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谈的 我等你很久了 我希望你回来继续担任总经理 我本来就是大发的总经理 我的序留不用你操心 我现在以总经理的身份命令你 出去 你想赶我们走 就凭你一个手无寸铁的矛头小伙子 你也想的太天真了吧 你以为你回来还是从前的余总经理 你什么意思 现在的总经理必须听我的 我要你运用你的影响力 让全场的劳工都替皇军效力 你想让我做日本人的傀儡 你别做梦了 不答应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 你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 你一定很担心你的奶奶吧 如果你不答应 我们可以劳驾你的奶奶来 你敢 不只是这样 我会请专门的人来伺候你奶奶 没办法 你们余家没有人了 不找他来 找谁来 我奶奶年纪这么大了 经不起你们折腾 我不准你们骚扰我奶奶 哦 我差点忘记了 你还有一个妈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没什么 说说而已 不过 你可知道 现在以皇军的势力 要消灭一个人 那是比猜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我不准你伤害我妈妈 你听见没有 可以 不过 你要照我的去做 这不两全其美了吗 我要是当了日本人的傀儡 瑜伽的列祖列祖 都不会原谅我 我错了 我错过了形势 我不该回来的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找错人了 我没有影响力 厂里的人不会听我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错了 大佐先生 你不是说你可以说服他的吗 你看看 他是什么态度 是 对不起 大佐先生 我再劝点他 重卫 以前 我确实做了好多对不起瑜伽 对不起大发的事 我 我不是人 我该死 我不是人 我该死 你演够了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咱父子相继离开大发 本来我以为咱们再也回不来了 再也翻不了身了 没想到老天爷就是宠咱们呀 来了日本人 这可是好机会 天大的好机会呀 山口大佐不知道咱们的关系 我也没告诉他 咱们是亲父子 只要你点了头 把总经理位置坐牢笼 把厂子大权掌控 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到时候咱们挣了钱 改了大房子 把你妈接来一块过好不好 听你这口气 你已经有主意扳倒日本鬼子了 崇尾 你小看我了 我明的不行 咱们来按的呀 只要我跟山口把关系搞好了 他不会防着我 到时候咱们什么花样 他能知道 你还真把大发面门长当成你自己的了 所有的一切都会在你掌控之内 崇尾 现在山口大佐最欺助你 咱们父子拆开 对你对我都不利 不如咱们父子联手 把大发的大权抓在手里 到时候你说什么我听什么好不好 大佐先生 怎么样 我出马还有什么问题 于崇尾已经被我说服 愿意继续担任总经理职务 为天皇效命 等一下 要我留下来可以 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说 我不想看见这个人把他给我轰走 崇尾 大佐 带走 是 大佐 大佐 崇尾 大佐 快撤 大佐 崇尾 崇尾 你个兔崇尾 你个兔崇尾 我好心帮你安排路子 你就这么对你爹啊 你个兔崇尾 你 谁让你找我回来的 你早应该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崇尾 崇尾 好在我是你亲爹啊 你就这么对我啊你 崇尾 你个兔崇尾 你个兔崇尾 崇尾 你个兔崇尾 你个兔崇尾 崇尾 崇尾 崇尾回来了 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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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崇尾 真是你啊 这些日子你上哪儿去了 为什么不来看奶奶呢 你倒是说话呀 老夫人 山垢大左右见你 这是干什么 为什么把这些人领到我家里来 于老太太 我是山垢雄医 我在这儿正中的向您报告 大发面分场 在于总经理的带领下 以正式效命天皇 作为日中友好的模范 我不答应 大发面分场 是我们于家几代的根基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没有权力做决定 于老太太 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我是奉上级的指示 来向您报告的 这可是贵场的光荣 许多厂商想配合 皇军还不答应呢 余总经理 你说呢 好 奶奶 大发面分场有我在您别担心 大总先生 这件事我会处理 你先回去吧 奶奶 不要叫我 我没有你这个孙子 奶奶 你不要心事 奶奶奶 那不要恨我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原以为我们于家养了你几十年 你会回来看看我这个奶奶 没想到你竟然拿面分场去讨好他 你 你 你真是太让我痛心了 于崇伟 就连我一个女孩子都知道什么叫做骨气 什么叫做民族意识 你没有本事管理好面分场也就算了 你还给日本人当去走狗了 我们于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少爷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你怎么敢跟他们打交道 少爷 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 少爷 你为什么要回来 你不回来 日本人不是拿你也没辙吗 奶奶 我回来 就是想帮于家守住面分场 好了 那你就帮到底 即刻辞去总经理的职位 我 我 怎么了 舍不得 还是怕得罪日本人 如果你不答应 我们可以劳驾你奶奶来 不止是这样 我会请专门的人伺候你奶奶 现在以皇军的势力要消灭一个人 那是比猜死一只蚂蚁都容易 说话 我不能死打死我都不能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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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就打死你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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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你这蚂蚁 我打死你 你别打了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奶奶别打了 别打了 少爷认个错吗 老夫人 少爷快 快给奶奶认个错 快快给奶奶认个错 快 许妈 去 到我的房子里 把我的行李收拾好 我要搬到后屋去 我不要跟这个畜牧上住在一块 老夫人 奶奶 老夫人 奶奶 奶奶 这屋子那么潮湿的 又那么脏 还那么小 这 这怎么能住人呢 雪儿能住 我为什么不能住啊 奶奶 当年爱雪小姐搬进来住的时候 才五岁大的孩子呀 当年雪儿是怎么住的 当时 我怎么狠得下这个心呢 可是雪儿从来没有抱怨过 真是太委屈她了 老夫人 老全 事办得怎么样了 照老夫人您的吩咐 拿了些钱 给了门房老杜和几个下人 嗯 大会儿也能体调时局不好 愿意回乡家避难 那你呢 老全 老夫人 于家有恩于我 在这个时候我更不能离开了 可是我留下来 你会不会给老夫人添负担呢 老全 你能够留下来真是太好了 家里不多你一个人吃饭 这样吧 你就留在厂子里 给我做通风报信的人 免得厂子给人家卖了 我还蒙在鼓里呢 老夫人您放心 我会帮您盯着 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随时向您汇报 停车 你是谁 你要找什么人 这里不是瑜伽吗 一鹏少爷 许妈 这 这怎么回事 一言难尽哪 回头我再告诉你 那奶奶呢 在后舞呢 走 我带你去 一鹏少爷 请 好 奶奶 还没 一鹏 来了 面粉厂的事 许妈都跟我说了 这日本人跟土匪 没什么两样 您小小请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坐 一鹏 你们邵氏地产还好吧 我爸都气病了 今天不提日本人的事 那 那你今儿来是 奶奶 艾雪人呢 艾雪 艾雪没回来啊 你 你 你有艾雪的下落了 艾雪去过我家 什么 那 那雪儿还活着了 这多久以前的事啊 那 那她为什么不回家呢 我 等等 一鹏你刚刚说 艾雪去过你家 这是什么意思啊 她不是都已经嫁给你了吗 那回你家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她是来赔礼道歉的 她说她欠我们少家的钱 会负责还 但是希望我爹 能够取消这门婚事 有这种事 那你爹答应了啊 那你呢 你说呢 现在已经不是还不还钱的事了 这有关我们邵氏地产的名声 和我邵姨鹏的尊严 你说我能答应吗 糊涂 这孩子怎么会做出 这么糊涂的事啊 奶奶 不说这么多了 我希望您 能够把艾雪还给我 一鹏 奶奶也不知道 雪儿现在到底在哪儿 不过你放心 有她的消息 我会立刻叫她回少家的 好吗 艾雪小姐也没回家 她能去哪儿呢 雨艾梅 你一个未出嫁的女子 跑到一个单身男人的屋子里 你觉得这合适吗 我不走 我告诉你 我来这儿就是要和你在一起的 我喜欢你 不能没有你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不能没有你 艾梅 你疯了 好 我就说嘛 这史君超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原来是跟艾雪有关系 你又艾雪的下落 我不知道 不过我想这事一定跟史君超有关系 史君超人呢 他住哪儿 你跟我走 奶奶我先走了 没有人在 您好 我想问一下 住在这儿的这户人哪儿去了 你们找史先生啊 他搬走吧 不可能啊 我前几天来还看见他的 他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他是这两天才搬走的 还带着个女的 这儿呢 长得挺标致的 史君超居然敢和我的妻子私奔 我不会放过他 我告诉你我要告他 你敢 有什么不敢的 我跟艾雪已经败过堂 从名义上说他就是我的妻子 我有什么不敢的 败过堂又怎样 你们又没去登记过 法律上根本不会承认 再说了 难道这不是你的错吗 你看 这人好好的就交给你了 结果堂也败了 洗车也坐了 却被你弄跑了 还过来又拐我的俊超 难道这不都是你的错吗 我怎么知道日本人说 打过来就打过来 再说当时的情况 不是你能想象的 也不是我能控制的 好了好了 我们不要再说这些了 赶紧去找人要紧啊 史君超 岳爱雪 就算你们跑到天涯海角 就算翻遍整个上海 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怎么样 这样正不正 再往右边一点 往右边一点 一点点 好好好 别动了 再回来点 一点点 往回 好 行吗 行行正了 正了 醒正了 我先来走 快点去 死了 吃酒了 找你 你别走 你别走 这欢快点去 你让我走 你都走 我没有走 你吃你了 你是我这些 太太太太太太太了 我估计啊 短时间之内 我俩是不会饿死了 你知道吗 我们史家的炸酱面 可是有独门配方的 你怎么了 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 那你眼睛怎么红红的 是不是后悔跟我出来了 我跟你走 是心甘情愿的 我绝对不会后悔 你能传承你爹的手艺 相信你爹在天之灵 一定会很高兴 可是你爹让你读了 那么多年术 难道只是为了 在这个地方 开一间小面馆吧 我知道 你爹对你期望很深 希望你有一番作为 可是现在呢 那个在我眼中 满腹理想的热血青年 现在只能用这双手 去下命 你知道我有多自责 多难受吗 你呀 别难受了 我从来没有忘记我肩膀上扛着的使命 我现在只是暂时把笔割下来 早晚有一天 我还会把它捡起来的 可是 不要再说了 我们现在要逃避邵家的追踪 只能低调地过日子 我们在这里开面馆 在老弄堂里隐居 但我跟你保证 这些都是暂时的 我俩经历了那么多坎坷 好不容易才在一起 我已经很满足了 只是要委屈你跟我过这种苦日子 我真的是于心不忍 郡朝 你为我付出和牺牲的 已经够多了 我跟你一样 这样能够跟你在一起 我不怕吃苦 妹子 你肚子饿了吧 来 先吃点点心 垫垫肚子 来 吃点东西啊 我去做饭了 包纸在这儿 马上念给你听 好 雪儿 我的雪儿 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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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子 你怎么了 妹子 来 先别着急啊 你坐下 坐下 我念给你听了 有消息传出 渣北区大发面粉厂 每月供给日本兵一万包面粉 此举是否透露出该厂已落入日寇手中 相关单位正密切注意中 雪儿 你别担心可人 雪儿不会有事的 别担心 找个时间 我帮你好好问一问 放心吧 好 来 先喝点水 好 这么快 又没米了 雪儿 怎么 又没米了 是啊 是啊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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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点灯了吧 老夫人 奶奶不行啊 这是您的金镯子 您不能当啊 家里没米了 你不知道吗 什么 家里没钱了吗 这不可能啊 自从日本人控制了工厂 家里就没了进账 做吃也会删空的 家里没钱多久了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好一阵子了 老夫人之前的手势 当得都差不多了 没什么 身外之物嘛 日子总要过的 该来的挡也挡不住 该走的留也留不了啊 这都是命 你 艾梅 你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从今天开始 我要搬去和妈一起住 妈那房子那么小 你干嘛跟她挤啊 住这儿不好好的吗 现在今非昔比了 要是这儿是余家的房子 那就算你赶我走 我也是不会走的 可是现在呢 住着一个整天 保着日本人大腿生活的人 我看了就觉得恶心 那还不如搬走 哪个眼不见心不烦 那不更好 艾梅 我有我的苦衷 苦衷 你有什么苦衷啊 你不就是 让开 你不就是忍受不了 没钱的日子 然后又跑出去 自以为是的 结果呢 又担心自己血统不正 找了个日本人来撑腰 不是这样吗 艾梅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凭什么这么说 那你要我怎么说你啊 怎么 我冤枉你了 你的所作所为啊 就连许妈都看不惯了 你还能变成什么大道理 你说呀 我问心无愧 这话 你还是拿去骗骗三岁小孩子吧 我劝你啊好自为之 好了 我要走了 还没 让开 艾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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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昨日一天 你们都能理解我 艾梅 艾梅 你你这是 从现在开始 我要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你你放着那么舒服的家不住 跑到这儿跟我挤啊 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还不是因为那个崇尾吗 崇尾 你有你哥的消息了 他现在是一个心甘情愿 谁是本人利用的傀儡 这么说你看见他了 还不如不看见 不要跟我提他 好好好 不提他 艾梅啊 最近妈不在你身边 你肯定吃了不少苦头 你想吃什么 妈去做给你吃 我没胃口 好 那我把你这箱子 拿到屋里去啊 你别动我东西啊 好好好 不动不动嘛 好 天气冷 喝点开水 暖暖胃啊 妈你烦不烦啊 哈哈哈 哎呀 嗯 哎呀 嗯 哎呀 哎呀 啊 Plant 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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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工作 别依附大小姐的模样 这样人家不敢用你 妈 我知道了 没事早点回来 别一出门 就像游魂一样 不吵架 知道了 你真老道 快去吧 表妹 好久不见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女家的事 尤其是你彩玲的事 没一天我不挂在心上 哎呀 住惯了豪宅大院 到这小房子住的还习惯吧 你害我害得还不够惨呢 你还有脸来见我 彩梁说这话就绝情了 好歹是亲戚 而且咱们还有个儿子 闭嘴 不用你关心我 我现在最不想看到的人 就是你 你走吧 我们这儿不欢迎你 这又何必呢 你一个女人住在外边多不容易啊 这样 我搬过来 照顾你 不必 艾梅和我住在一起 我们俩可以互相照顾 艾梅也跟你住一块 这小破房子太大小姐住得惯嘛 这个你管不着 你快走吧 艾梅马上就要回来了 我不希望她误会我和你还有什么牵扯 既然这样 那就算了 不过 别说 我知道你这不够后面准备好事 哎呀 知我者莫过彩玲也 确实我有点困难 需要你帮个忙 想借钱 没有 神仙呀 未不先知 你怎么知道我要借钱呢 我要连你都看不透 我这些年啊 算白混了 我再告诉你一次 没钱 离开了瑜伽 失去经济来源 现在连我自己啊 都要靠艾梅工作来养我呢 你别把脑筋冻在我身上 那借点钱 吃饭睡觉总可以吧 吃饭睡觉 难怪你说要搬到这儿来照顾我 原来你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没办法 最近这手气太贝了 你活该 十读九书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 越混越回气了你 行了行了别说了 到底借不借钱给我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走吧 艾梅真的要回来了 你不希望他给你脸色看你就快点走 走啊 真的一点情分都不讲 你要是个男人就靠自己 别依赖我们孤儿寡母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 要不是你儿子把我事给搅黄了 我能来找你吗 崇尾崇尾怎么了 这个逆子 我帮他搭上了日本人 过河拆桥一脚把我给踢开了 把我这点路子全给弄断了 这怪不了他 他一向就不喜欢你了 现在你又忽然变成他亲生父亲 害他从天堂调到地狱来 他的心情我能理解 那我的心情谁理解啊 儿子不认我 我不去土 难不成让我去死啊 你少来了 自己好赌成性 少扯上我儿子 我不管 反正我这只胳膊 为了救崇尾 废了 没法工作了 不管我住 那总管我吃吧 我现在就饿了 给我做东西去 你 我去你的 门都没有 你可以不管我 但我可告诉你 我徐斌别的能耐没有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你信不信 你 你恐吓我 所以你怎么想 我知道你最看重俩孩子 你可以不管你自己 难道这孩子你也不管吗 你想怎么样 别忘了 崇尾是你亲生儿子 哼 他不认我 我就可以对他手下不留情 你 你没人性 你连畜生都不容 你连畜生都不容 那可怎么办呀 你从小到大想说惯了 你哪能吃得起这种苦啊 所以嘛 现在得赶紧找分工作 最起码得能养护自己啊 那没想找分什么工作啊 不知道 都怪我自己不好 说没有好好念 也没有一技之长 也没有工作经验 能做什么啊 对了 因为我有什么门路啊 最好是那种 工作轻松一点 工资高一点的 拜托这什么时局啊 有这样的好工作 我自己先找了 我可从来都没有进过舞厅啊 艾梅 咱们也进去看看 我想看看到底什么样 有什么好看的 不就跟我们家办的舞会差不多吗 咱们进去看看嘛 反正咱们自己开心啊 我不要 我现在哪有你们心情啊 给 谢谢 这别人还真漂亮 要是他以后找不到 肯定会着急的 这下我们进去有借口啦 咱们进去有借口啦 咱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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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咱们进去 马可 咱们进去 那里 船老师 是 就当谢谢你们来 还我东西 不客气 那是应该的 如果你想谢谢我们的话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你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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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舒服呀 多少年没吃过你做的饭菜了 有二十年了吧 冲威有多大就有多少年没 你不说话没有人把你当哑巴 吃饱了喝足了你可以走了 急什么呀 有酒没有 我得喝点好几天不喝身子都软了 没有没有 你到底想干什么 艾梅真的马上就要回来了 你怕艾梅回来看见我 那好啊 跟我出去 我跟你出去干嘛 我输了这么多钱我不甘心 借你一手帮我把本翻回来 你叫我跟你去赌 要翻本你自己去 别指望我 我不可能跟你去的 你不去 我就留这儿不走 你 我这辈子最倒霉的就是认识你 跟你做亲戚 去不去 不去 走吧 走 等下啊 等下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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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气好好啊 来 开门 他又没有你这么多气 巧良 巧良 穿到了 蔡零啊 我手机这么顺着呢 败这么多 我全部都给我闹回来了 谁意味老板 缠儿个的啊 说话不错话吧 买点鱼舟 满点鱼舟 好了 你别去跟着 回去回去回去 收到属于搁 打 打 我好久沒這麼開心了 我都累死了 我腿都快翹斷了 好不好玩啊 好玩啊 艾梅你一出场 那些五小姐们就靠边炸点缝了 幸好你没做这行啊 你做了这行啊 那帮舞女们肯定没饭吃了 你太夸张了吧 你说你们啊 只要这话是从你嘴巴里说出来的 都要打对折 我可是半点没有添油加醋啊 你没看到舞厅里那些男人 冲着你啊 一个个目不转睛的 艾梅 你要是做了这行 肯定会成为一个 红舞女啊之类的 你说什么呢 我干什么也不能干这行啊 本人再怎么说 也是瑜伽大小姐 哦 虽然 现在已经经费西笔了 可是我只要一想到那个时候 家里为我办生日舞会 我就像众星捧月一样 疯狂极了 可是这才大半年的时间 身边的人 都走了走 躲到躲 就连最不该离开我的人都走了 你又想起石军超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他付出了什么 他避养了什么